文珍 以及在座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来这边参加青年宪政论坛的一个讨论 那当然 我首先要想要聊一下 这个真的都是学生组织的 不是我教授 都是我规划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说 这个 我没有办法三点半起来 还在写文章 不过我到三点半晚上起来上厕所 然后上完以后不一定睡得着 那就是年纪见大 这个 但是也让我想起三十年来 其实 个人一直是我 罗永毅的这个 其实朋友是精神导师 真的 真的 因为确实 我们学法律的 在 在政治学方面的知识 其实是很缺乏 而这个 其实 怎么讲呢 在原本的 地大的传统里面 它其实不是这样 文政学部 那个政学科 提估政治 就是文政学科 然后出来 它其实 那个政学科里面虽然很多科目是法律 但是有一些是政治学经济学 那就是后来的所谓的老的那个法学院 还没有跟这个院子拆开的那个传统 那在我们这种时候呢 特别觉得就是说 我们后来法学呢 专业化跟技术化的这个过程 这个事实上是跟知名主 以后知名主 有点关系 这个过程 其实多多少少影响到我们 说法律人比较好 事实上我觉得比如说学经济 也可能技术化一点 它去思考 更整体去思考这些问题的一个可能性 那 因为刚才也提到了 Eckman提到了学习宣法时刻 我倒是突然想要先谈一谈 我有时候喜欢谈谈 只有 就是有时候电视上看到些什么东西吧 你们知道 因为正好准备晚上 Eckman稍微看到 但是以前看过的 就有一个影集叫John Adams 可能各位知道 就是美国的 像是Founder Brothers 你把Done Adams 那样的一集 他的算是《一眼传记》的一个影集 系列的第一集 那其实就是我最喜欢的影集 那我怎么要提那个 因为正好有几点可以先 就是这个瑞仁刚才提到的 第一呢 John Adams是一个律师 那他整个故事的开始 倒不是说他一开始就怎么样参与 而是说他一开始呢 他接了一个棘手的案件 那个案件呢 随着刑案律师跟我们 顾大律师 他的案件是发生一个枪击案 是一群英国的军人 开枪射杀了好些殖民地的 在波士顿的民众 那当然对不起愤怒 就说他们是一定要被定罪了 什么什么 然后后来他前面的那一集 他最前面就 就没有人要接这个案子 因为他们被告 就当然当时的情况 也许他们多少在某个意义上 跟我们不太一样 所以即便是大英帝国高压的一种统治 但是他的英军犯的这个东西 照样被逮捕 然后照样要审判 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法律 就是一般的法律审判 那问题是没有人要接没有人要接这个辩护律师的那个 就他们就找到这种 接了这个辩护律师的那个 然后透过一个他仔细的搜证 去证明了说 当时其实是群众有丢棍子 然后也有群众在喊着 要拍枪 然后在一个其中一个军人 他被丢了东西摔倒 然后他枪 他们要discharge 就是意外走火以后 然后才发生的枪击的状况 所以换句话说 他最后呢 他等于成功的替那群英军做了辩护 做了辩护 然后让他无罪开始 那当然大家当时的情绪上 对John Amnesty 富满 可是在这边就有一个关键的地方 就是无罪开始的时候 然后那个军官被控的地方就跟Annes说 他说我们无罪开始 可是你要小心 那个报名会对你不利 Annes就很不高兴 他就说 我相信我们New England 我们新英格兰人 刚刚才以文明的方式 完成这个审判 让你们罪开始 然后他说这是我的家 我就是新英格兰人 那他这边就是显示出说 在我看来 就是法律人他需要有专业 他需要 他必须非常强调说 我是本着法律在审判 那我们在法庭上 不要谈什么 他们跟我们征税 没有代表这种政治问题 我们就有法律 就事实 跟law来决定这个案件 表现他的专业性 但是呢 他背后其实也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不是什么动物 我们是有我们自己政治意识 更有趣的是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 我想记得很容易 他们刚开始谈说 我们要享有英国人的权利 英国人的权利 所以他们好像在一些场合 他们还是要说天有无王 大家还是要喊 包括就来自己的 在这里面就形成一个 我一直很远 那一集就是因为 因为他是个法律人 然后以一个审判登场 然后那个审判是在替英军审判 英军是开箱打死的 他这个事情 如果真的闹大 会像二八一样 可是当时 安德斯就有一个想法 说这是不能用那种闹大方式进行 我们要 他并不反对去 主张自己的权利 可是他非常常常 我们要以文明的方式 来主张一些事情 这其实文明这个关键字 最近在两岸之间 也不会有一些 使用 但是用文明的方式 因为当时北美因为他愤怒 他常常用一些暴民的方式 去对付那些 亲英国的一些分子等等 他是用文明的方式 然后他后来 他还一度 被那个 那斯德德斯的检察长 问他说 你要不要接受英网的任命 担任某一种 就是像是 某一种位置 高等的一种检察官的位置 他后来 他一度 因为他很难拒绝 但是他并没有接受 他反而开始 一开始人家劝他说 你要去选这个马之后 因为他已经当过了 他后来不想当 但后来他开始 他目睹了暴民的状况的时候 他开始觉得说 我们要用法律 宪法的方式 去完成保障我们的权利 当时还没有真的喊出 独立这个东西 还没有喊出 但是要保障这个东西 所以他后来就拒绝了任命 然后呢 他再度被接受 推选为马来州的五个代表 这代表是干嘛呢 就去贝城 Continental Congress 就是去大陆会议 大陆还不是中国大陆 是北美的会议 简单讲就是自宪的会议 他接受了任命 所以那整个过程 刚才越来提到 越来提到Constitution Moment 那我就觉得说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要素 其实也许正好 就是我们今天要去培养 第一呢 我们认识我们的权利 然后认识我们爱丹迪 他说我就是马州的人 好 那你不要在里面认为我们什么 第二呢 我们用文明的方式 文明方式 文明方式不是说文都说什么 抗议都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们后来其实也决定 加入战争 而是说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文明的 一个新的共同体的社会 然后每个人都保障 在宪法之下保障权利 所以他离开毛泽之前 他发表了一个演讲 其实就是天赋人权的一部分 那个几乎就是后来他们独立宣言的 但是独立宣言后来是那个权利宣言主要的西藏 那在他那边发表了这个东西 所以在这里我特别讲 这个的下一步就是文明加上权利 这样其实就是宪法 很有意思的 我觉得当时的法律人他不但同时是一个政治人物 他说农是最高贵的行业 可是呢 你同时也要学法律 因为那个时候有这个法政这些知识在使用 你要知道 因为我们必须学习法政 我们的后代才能够怎么样 就是享受文学或什么等等 所以这让我觉得说这个精神是很重要的 美国独立的过程具体而言 当然会跟我非常不一样 但我觉得这个精神 这个精神 所谓学法律在我看来就除了有 当然有不可避免的专业过程 但重要法政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这个 因为那安德斯也很喜欢引古人 在我看过是念古典文学 引古人的东西 后来还要他太太 他太太是一个受到教育员 Evigale 也是美国历史上很中文一个早期的 美国历史主义者 提醒他说 你在那个最后结变的时候 不要引压对古人 你是要证明他无罪 不是证明你有学问 好 那我意思是说 他们就是要念书 行动要念书 要文明 然后最后走向自信 而自信的权力是权力 right 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来的权力 那当然后来的故事 当然也蛮复杂 但我想各位多少 他们渐渐走向了独立的教授 而且在独立的过程中 他各州还有激烈的辩论 而那个激烈辩论 有一个主题跟我们现在几乎是很像的 意思就是说 如果独立 他们就会跟我们开战 跟我们他们的长脚子一样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辩论 当然对于Postum Massar Joseph来说 英军已经在那边动武了 已经在动武了 但是像纽约一开始不想独立 为什么 因为他说船已经 他战舰已经在他胜河那边 如果我们独立 我们就完蛋 我们会被摧毁 因为当时英国的武力 是全世界最强大的武力 所以他们都害怕这个武力 我们也一样 虽然北美面积很大 可是他当时是仁丹利孤 经济也不能 更不要说军事 因为一开始所有的对抗英军 都是农民 都是一般人 他们自愿去参与的这个战争 那我这边倒不是说 我们就一定要这样 而是说 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个精神 你认定了这个东西 因为它那个标语叫 Joint of Die 所以你不参与 你最后就死亡 意思就是说 你就被英国人当作 努力一般的继续看待 那所以我在这边谈到 这个宪法的时刻 在美国那个时候 我觉得有时候 我多了解一下 它这个剧情的过程 可以看到说 他们的精神上 是如何先武装了自己 先强大了自己 而这个精神不是passion 不是热情 热情当然很重要 没有热情怎么会做这些事情 但是更重要 你要有知识的背景 知识很多的认识 你了解了很多情况 然后我们才投入到 这个的过程当中 OK 这算是我今天引演的一个 小小的前面 接下来我来想谈几个 就是说对于这个新界运动 里面的至少就我这个角度而言的 看待的方式 我运动分成四个面向 所以我今天有投影片 但是我大致上时间会 不一定要这么来讲 四个面向 那四个面向是说 一个是问题面 第二是议题面 第三个是程序跟过程面 第四个是操作面 就问题议题程序跟操作 那我想程序大家比较知道 就是到底什么修宪程序 还是什么制限 操作当然是比较 政治实践当中许多距离的讨论 比如说包括可能 在过程中也许一开始 并不战争独立了 你还是要跟他讨论 等等等等 这我们暂时讨论 那问题跟议题是 为什么两个不一样 因为在我看来 问题就是包括像刚才 瑞仁老师所提到说 比如说国家认同制 权力 power是个议题 right是个议题 那我这段话特别提到说 可能authority是个议题 权威是一个议题 是一个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非常多种不同角度 包括利益面经济面 可能都是问题 那议题是说 你放在宪法的思考里面 它会表现为什么样的争议题 譬如说 国民主权条款要怎么修改 这是一个议题 可是它可能是要呼应前面的 国家认同 或者是说 你怎么界定什么 因为现行条文 所谓的自由地区大陆地区 这个东西怎么处理 这是一个议题 具体你要去面对它 你要去讨论它 可是前面有个问题 你要先确立 不论是将界或者国家认同 后面再来 或者说你可能 问题面有basic right 就是基本权啊 可是议题面你可能是说 譬如说这个 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新的 这还比较大 新的权力宣章 我认为要 我认为要 事实上当时美国 一开始也都是以权力宣章开始作为他的那个 但后来他们真的制线的时候反而认为说权力宣章 一开始没有那么重要 这点我想 飞鸿尔张老师应该是更兴趣 等等 几个分开来看 所以也许我们有一个 制式上的一个工作就是 先identify问题 有哪些面 大的 比如说国家认同啊 power right author权威 议题就有不同程式 从比较大权力宣章到比较具体的 所以说实在我们现在的那种权力宣章 其实是很旧的 你说什么1947年 事实上又是学威马 又是都是很旧的东西 我们现在需要这个新的去讨论它 至于程序面今天不特别谈 因为我们整个修建层 就会觉得蛮复杂 OK 那我合我头来谈这个问题面 因为刚才有特别 这个 我有时候特别提到这个国家认同的 那我觉得在宪法学里面 比较常谈的就是国家认同权力 跟另外一个权力 就是power and right 这个national identity 但是有一个 这个 就是我刚刚提 authority是比较少谈 权威 但是在法政思想里面 其实蛮重要的是说 政治权威跟政治服从 那今年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不服从的抗应用 这其实蛮重要 就权威跟服从 因为权威权威中文里面 其实不论是中文外面也差不多 有时候它会跟威权 又感觉很近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好像靠力量压制 但严格讲 权威其实是一个理性运用的法式 它不是靠压制 怎么讲 其实道理很简单 我们太多事情 不可能什么都我们自己决定 我们要信赖一些人的决定 你说去看医生吧 那他就是你的健康上的权威 也许柯文哲吧 对 或者说法律上学会找律师 那就是你去征求他的专业的这个知识 那事实上有太多情况下 比如说大部分的法律在立法的时候 大部分预算在讨论在表决的时候 你当然要接受 至少理论上接受出我们选取代表 或者说我们怎么样所产生的这些公职人员 他们是做了一个理性的决定 我们原则上推定 他帮我们做了一个理性的决定 因此我们接受他的权威 判断后的结果 然后服从这个法律 权威是一个重要的宪政议题 但是历来在现场的问题 大家谈得比较多是偷尔人 然后很少谈选 那为什么提这个 因为台湾 我们别人不讲 台湾的问题非常多 但是这个权威的丧失 或者是哪里建立哪里威信 恐怕会成为一个很长久的问题 这一部分就是反过来 就是因为我们是殖民的威权的传统 然后等到民主化以后 大家不知道怎么样 透过好的宪政程序 去建立一个可以信赖的公共权威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譬如说别人不讲很具体 最近这几年发生了食安问题 说实在 谁都不相信谁 最后大家知道 今天有命 我赌说我吃 要吃太多 不会怎么样 因为所有东西都出了问题 而且不是最近 已经连续好久了 没有什么东西 其实是可被信赖 然后发生的具体的议题就是说 我们的官员 其实有权力没权威 他理论上他可以决定一些事情 可是说实际上他通过的东西 大家其实是不相信的 那我觉得是因为他特别针对了 比如说那什么 张庆中的 金岛中的那个东西 那只是特别看到说 大家都已经看穿了 你的理性运用不是公共的理性 不是为公共扶持 是为了你们私人 或不论是你个人 你们的财团 或者是某些政党的利益 民主化也许最多让我们看清这个 但是呢 目前还没有办法 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去建立起这个信赖 所以他会导致我们的公共过程 到最后不断的是要去凸显对手的不可信赖 然后就相互指 然后最后会卷入无止境的这一类的信赖的为止 因为没有信赖就不可能有权威 没有这种关系 你就不会相信他帮你做的决定 是所谓的为公共福利而来的决定 所以这个事情 说的远一点 稍微远一点 差不多8年前的2006那个时候 纪录他们针对阿典 就是一个争后 可是我们都是不断的用道德化的方式去想说贪图 好像这个人不贪图就值得信赖 就后来发觉不贪图好像也不一定值得信赖 因为这两件事情是不完全一样 我不知道现在的当权这些人是不是有贪图或没贪图 至少没有被曝光的这么多 有些部分大家是有 但是就算里面我们还是不信赖的 这是一个重大的落差 而我觉得我们建立新的宪政秩序必须设法不上 或者至少面对这个问题把一些东西把它修正好 或者把它创造一个好的一个体制出来 那这里面大家就非常多只能 你看最近海培斯大学院他不断还在商户这些东西咬来咬去 其实在我看来就是他们即便选赢了 你说连正文即使选赢 我不相信他有真正的权威 可能柯文哲也是会觉得那这样就会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恶的循环 然后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好好解决的 可是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但议题面我觉得就必须把它具体成一些比较可别识别 或者说你可以去着手去思考改变修正或者是立法序等等的一些点 举例来讲 其实在我看来 这在很多美国大师本来就已经讲了很多年 虽然他们做了很多但是还是做得不好 就是 你的财务公开 这个说起来好像是个小问题 但其实战争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古代那种战争哲学是说我没有私用财产 现在应该不太可能是这个方式跟你财务方面 不论是政短 不论是选举的经纪或 Da11 你的个人的财务 你必须把这个东西把它建立起来 可是这不要想像 因為你要把這個東西弄起來 說實在你必須在憲法上 憲法學上有一些根據有一些資訊 不是說通過一個法律 你必須把它變成憲法義務 所以這個事情政治的公開性是憲法層次的要求 因此你必須把它做一個公開 在美國當然他們討論比較多 所謂Soft Money 意思是說不是Soft Money就是說 比如說是我要參選 那你捐錢給民主平台 假設隨便再講 看起來好像不是捐錢給你 但實際上是他都來幫你助選 所以繞到 那都已經是比較低層次的問題 大原則你要先想清楚 再把它都公開 我以前曾經主張說 民進黨作為台灣本土進步勢力的 政黨應該要主動把你們所有這些公職人的參加都公開 甚至你當選後就要信托 這樣才能取信於民 結果他沒想到他通過不做 然後最後就暴露出那個問題 那當然國民黨的問題是更嚴重 他們就大蠟蠟的跟你這個財務流動等等 OK 這只是舉一個例 你要建立權威 很多事情要做 另外一個在講 就是選舉 最後一點是要看 選舉裡面的這個選制跟政黨的角色 老實講我們說的俗一點 現在的兩大政黨都有拿人民的錢 怎麼講 因為他的政黨經費不住 可是他拿的錢卻又不對我們負責 就比如說這麼大一個黨 推柯文哲出來 他不推候選人竟然推一個五黨籍 然後盡全黨之力去為他助選 但是又好像不負責任 這點其實是不理想的 不理想 然後反過來看 國民黨因為最近那個判決 很好玩 帝運跟高院都說 你這個開除黨籍不符合 內部民主程序的能力 可是我想過我們的政黨 什麼時候有內部民主了 根本全部都是專制 連民黨也是越來越專制化 政黨民主 好我馬上結束 政黨民主是 就是德國政黨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原則 是從憲法位階一路下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你憲法大要談 政黨到底是一個人民團體嗎 還是說它是有一個重要政治 還不只是公共 政治任務的一個團體 因此要有憲法位階上的一些要求 包括落實到法律裡面 包括說它是不是要內部的民主化 好 最後一點時間談 就是說台灣的 因為從憲法從05年修建以來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台灣現在有很大的政治力的 至少是潛力 沒有政治代表或代表性不足 好 比如說台聯上市117萬 它只有30 好 然後清民黨60幾萬 它只有20 或者說民進黨跟國民黨的 那個得票比例都是40幾趴 但國民黨的席次有60幾趴等等 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嚴重的不足 嚴重的這個落差 不但造成了現有政治力的實力的代表性的不對稱 也造成潛在新興政治力沒有辦法在建政體制裡面獲得一個representation 沒有辦法獲得這個代表性 沒有辦法獲得代表性 所以就回到我一開始講 就是美國獨立的面對 好 所以就這點而言 新興的政治力其實是有一種正當性去對抗現有的體制 OK 因為時間的環環系 好 我今天只能簡單談到這邊 我想各位可以看到說 我們憲法裡面的問題面很多 議題點更多 那我非常希望我們透過這樣的活動形式 未來能陸陸續續把這些東西都談出來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一個我們需要一部從今已定的新鮮的一個共識 以上是我的影片 謝謝